今天上场之前池子就一直纳闷说 郑泽世是谁啊 然后一抬头呢就看到人家正走过来 池子就扑过去说 哎肥猫老师你来得正好 你知道郑泽世是谁吗 我相信有很多人跟他一样 只知道肥猫不知道郑泽世 甚至早年有不少媒体报道他去世的消息 但郑泽世从未在意这些舆论 而是更加努力地活着 郑泽世这一生如肥猫一样心酸 在事业顶峰时被艺人告上法庭 被朋友卷走亿万身家 除了妻儿老小他一无所有 69岁还在为医治妻子而忙碌拍戏 本期阿静带大家走进郑泽世的故事 51年出生于广州的郑泽世 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 但因家庭原因只能将心中的梦想埋藏心底 初中因交不起学费便辍学在家 15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赚钱 照护弟弟妹妹 起初在一家珠宝店当学徒 不甘心平庸一辈子的郑泽世 21岁时不顾家人的反对 毅然报名参加长工影业公司的演员训练班 因为长相不好身体肥胖 所有人也是不看好他 但他最终却幸运地通过了 不过都是扮演一些龙套角色 后来因为公司觉得他适合喜剧 就把他安排到周润发主持的节目 让郑泽世在里面扮演小丑搞笑角色 周润发当时已是当哄小生 因常在一起搭档 周润发也经常和郑泽世一起谈演技 让郑泽世收获很多 也为他之后的演艺事业带来很大帮助 79年郑泽世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四眼神探 84年凭借一部自编自演的《失婚老豆》 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85年凭借一部自导自演的悲情片《何必有我》 一改往日喜剧形象 饰演一个叫做肥猫的憨傻少年 初次的演技证明了他自己 击败获得多次提名的成龙周润发等人 成功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及评审团大奖 88年张曼玉为其作配拍摄《肥猫流浪记》 郑泽世达到巅峰时刻 因一句剧本太烂 就可以让公司直接开除王家卫 也迎来比他小14岁的妻子林雁明 而风投正进的郑泽世 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93年已经自己开公司的郑泽世 头拍电影《四九风云之劫后英雄传》 票房惨败 公司一度出现资金短缺 合伙人纷纷撤资 被旗下一人告上法庭 朋友更是卷走公司两亿资产 这一年正值42岁不惑之年的郑泽世 负债8000万 为了赚钱还债 郑泽世开始接各种电影 不再管角色大小 剧本质量如何 后来用郑泽世的话说 当时除了妻儿老小 能变卖的都卖了 一家人也搬入平民窟生活 生活虽苦 妻子也甘愿和他不离不弃 都说患难见真情 这个时候刘德华向他伸出援手 不但帮他找编约 还让他担任制片人 郑泽世在之后也多次表示 他这一生最感谢的就是刘德华 就像后来电影《吹龙珠》中 郑泽世扮演的猪油仔 在死前对刘德华说 留个位置给我 下辈子我还要跟你 留个位置给我 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小弟 这句话更像是郑泽世 现实内心的真实写照 终于十年后 郑泽世还清了所有债务 02年和四清高娃 共同主演《肥猫寻亲记》 童年和袁永怡主演《法内情》 05年和舒淇于荣光合作 《风尘三峡之红夫女》 就在一切又往好的势头发展的时候 妻子又患上重病 医药费十分昂贵 生活刚稳定下来的郑泽世 生活再次变得结局 以至于已经69岁的郑泽世 身患糖尿病 头发基本全摆 招牌三下巴也没有了 但他依旧坚持拍戏赚钱 为妻子治病 即使生活已经困顿 但在今年疫情期间 他仍捐献出自己的紧薄之力 这样的品质 不管是在娱乐圈 还是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身上 都是值得学习的精神 大家好 我是肥猫郑泽世 对你们没有干错 是我 我还在